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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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久沒有到情人湖公園了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情人湖在納入國家風景區之後 獲得上億元經費的改善 展現出可以吸引百萬旅客的魅力 現在只要一到現場 就可以感受到相當有質感的旅遊氣氛 然後360度轉回來 都沒看到房子的點 我就覺得這已經很難得了 對 就是秘境了 對 就是秘境了 而這一次立委蔡世音 市議員張之豪 特別跟著在地的新倫理 里長林金龍等各單位人員 到情人湖進行見走 實地了解最新的景區建設 那情人湖呢 目前這五六年來呢 已經變成我們台灣頭 最棒的一個國家風景區 早年差不多十幾萬遊客 其實前幾年已經達到百萬 那去年雖然疫情 其實已經有六四五萬遊客人數 那因為人口老化 所以情人湖呢 我們目前這幾年呢 到今年為止 我們已經做通用步道 未來遊客你可以從路口 一直到湖旁邊 都是通用 你可以親近湖泊情人湖 那未來呢 我們希望保留這個國家風景區 這種感覺 讓基隆情人湖呢 不只我們基隆人喜歡 全台灣的遊客 我們也歡迎 那過去這幾年來 我非常感謝我們北關處 花了一億多的預算 在情人湖 其實外木山整體區域的改善工程 讓這個地方其實已經變成一個國家級遊樂區 出發重的一個景點 那剛才處長也特別提到說 一年的旅客 有六十幾萬人 六十幾萬人的旅客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那所以我今天特別跟 就是郝一文特別來到現場來看一下 那主要是我們新完工了一個 新的一個通用步道 也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無障礙空間的步道 讓任何的好朋友 即便是需要推輪椅 說要做輔具的人 都可以很方便的來到 情人湖這個地方來旅遊 情人湖真的是我們基隆市的 一個觀光秘境 那講秘境的話就是 我們既希望 不要太多人知道 但是我們另一方面 站在推廣觀光的角度 我們又希望很多人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也進入到一個兩難 剛才那個我們跟委員在這邊 會看的時候 其實也想到說 其實以前情人湖 之所以叫情人湖 就是因為以前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聯誼 然後變成情人 那所以說才叫做情人湖 那其實我們也想說 未來我們其實也可以建議 市府如果做這個聯誼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可以選辦 再回來再到情人湖這個地方來辦 相信一定會有很好的這個結果 因為我首先要先感謝我們委員 我們蔡立委和北關處 對我們情人湖 情出這麼多議員來做這個建設 因為這幾年來我是比較沒站起來 但是我今天起來 覺得我整個改變很大 我也很安慰也很開心 因為這個地方 開始說我們是說 我們是我們新倫理的後面 所以說我們這裡 早前也是很多人都在這裡運動 我是感覺說他們做得比較好 因為我們這裡都老回來 站在這裡運動 走一走也去比較好 其實我們順利 這是非常感謝他們 而從現場觀察 情人湖公園周圍的設施 的確展現出國家及風景區的質感 難怪可以吸引近百萬的遊客到訪 未來再透過更容易到達的步道 以及相關的附屬設施 但是讓更多銀髮族親子 都可以來親近情人湖 走進山水之間 達到運動健身 放鬆身心靈的目的 可以說是一舉數得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